与中森明蔡同期出道的日本80年代人气偶像枯致荣美 现年52岁的她去年发现舌头下方长出白点笼包 原以为只是一般嘴破 没想到这伤口一直没有痊愈 甚至开始出现硬快 说话吃饭都有疼痛感 到医院就诊后才发现是罹患口腔癌 且已是第四期 胡志荣美日前在节目中居大师说 表示去年7月左右 她的舌下出现类似口内盐的笼包 一开始以为是服用类风湿性关节盐药物的副作用 或是一般的破洞 心想吃了维他命和擦销炎药就会好 后来症状始终没好转 连说话 吃东西都相当疼痛 就医后才确诊是罹患第四期口腔癌 22日她进行手术 切除60%的舌头保密 胡志荣美的老公昨晚更新她的部落格表示 长达11小时的手术 在耳鼻喉科 口腔外科 整形外科的医师协助下顺利结束 除了切除60%的舌头与左颈淋巴癌细胞 也取用部分大腿肌肉组织作为舌头重建之用 她也感谢所有医护人员的协助 今后将陪伴她进入长期复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